警方大陣仗林檢 一台白色車輛被藍茶駕駛 下車吹氣 酒測值高達0.57 他就是民進黨立委 邱憶寅服務處前主任 喝超茫酒駕被抓包邱憶寅 火速切割 我就第一時間把這個賴主任開除了 光速切割恐怕就是擔心 衝擊角逐高雄市長寶座 但再看一次警方公布這影像 50公尺超遠畫面 五官都看不到 是要用大炮望遠鏡看嗎 完全沒有近距離酒測過程 被質疑難道連服務處主任 也是權貴耍特權 警方也不敢公布嗎 被網友酸爆 之前都把門踹破了 如果當市長會不會打議員啊 可以也把你自己開除啊 你只會動手動腳 不意外有什麼樣的立委 就有什麼樣的主任 給立委啊 這些主任留點面子什麼之類的 警方哀哄選擇性公布影像 遇到權貴就轉彎嗎 解釋說因為當事人配合度高 才只有錄影機畫面 但真的是這樣嗎 來看看老阿嬤酒駕 你讓我酒駕都死了 來來來來 改進改進改進 喝一點 事實上警方給了酒駕密錄器 不管是求情的阿嬤 還是乖乖認罪的酒保 都有超清楚的噤聲密錄器 警方哀哄根本是雙重標準 明顯自打嘴巴 沒有密錄器嗎 坦白講我永遠不相信啊 不可能吧 大家心照不宣 來 現在那邊打過那邊 嘿嘿嘿嘿 踹破法務部長大門隊人呼巴掌 邱憶寅作風飆悍嗆辣火爆出名 連酒駕前主任都能讓警方指桿 給50米超遠畫面 邱憶寅地方形象 民眾心裡已經有答案 記者高雄報導 侍應 那裡 柳憶寅 邱憶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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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